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骨髓中 肌肉 可产生农业 坏死组织 手术过程中 肉眼无法清除 当身体抵抗力较强 细菌独立减弱 则不发病 如果细菌感染较局限 可局部切除 进行治疗 急性骨髓炎多为幼时 患过骨髓炎 细菌存在体内 多年重新发作 骨髓炎无法治愈 治疗的目的为控制感染 不引起疾病发作 保证肢体无症状 可维持正常功能 治疗骨髓炎首先需要治疗原发照 控制感染 对于局部骨髓炎的治疗 通过抗感染治疗 开窗引流 填腮等治疗后 能得到好的治疗效果 但骨髓炎很容易复发 骨髓炎治疗完后 要进行长时间的复查 如果治疗后两年内 复查指标正常 骨髓炎可以完全治愈 然后帮我们继续记住 骨髓炎 继续建物 骨髓炎 继续建物